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青島發生了一件荒謬的事情 一名叫做王慧的女子,開著陸虎逆向插隊 沒想到因為正常行駛的林姓退役解放軍 沒有要縱容她逆向的意思 導致了陸虎女追上前方的大巴 結果陸虎女暴氣下車推打了檢區工作人員之外 還走向林姓退役解放軍的車座 重複駕駛上車刪了好幾個耳光 導致林姓前任解放軍臉部腫脹出血 這裡就不放畫面,大家可以推特讓自己看 而這個前任解放軍全程並沒有反擊 結果這件事情被許多民眾給拍下來 紅了 沒想到這位陸虎女後台超硬 當地公安局說要拘留10天罰款1000人民幣 那林姓退役解放軍也說絕對不會和解 結果這個事發地現在變成打卡點 許多民眾上前來打卡 但是周邊的居民發現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行政拘留 這名陸虎女到了公安局做完筆錄之後呢 被一票公安戶送到家 還有黑衣人喬莊24小時在她家附近守護 那這些網友就痛罵 欸?請問是有這種在家拘留的嗎? 有這種喔? 有網友就嗆 欸?我光交通違規啊 就罰了1500多塊人民幣 你看這個陸虎女把人家打成這個樣子 才1000塊錢 隨著越來越多網友爆料 原來這名叫做王慧的陸虎女啊 她是青島公安局長余瑞波的小三 我們來看這個爆料哈 王慧是城市服務中心的副主任 著名的官場交際花 那公安局的分局長 黃紀亮八截市公安局長余瑞波 把王慧介紹給余瑞波 王慧正式成為余瑞波的情人小三 現在啊 余瑞波已經把王慧借掉到了市局政治處 正在辦理正式任命手續 所以王慧才會如此的囂張 原來是由余瑞波當作後台 事發當場王慧就給余瑞波打了個電話 那余瑞波就命令分局副局長王開磊 到場處理掩護王慧離開 後續的官宣處理 都是扯淡糊弄百姓的 沒有真正的拘留王慧 對吧 那個通告只是發給民眾看的 而且當晚余瑞波 王慧、王紀亮、王開磊 就到怡琴樓飯店吃飯 根本就沒有把王慧打人這件事情當回事 看完這個 難怪他有這種底氣公開來幹大事 對吧 我就論今年發生小小趙家人幹了這種迫事喔 記得我是用小小趙家人 這已經是第三期了 第一個鬧很大的就是 四川某市的副市長媽媽 因為不確定他是不是成都的副市長 也有可能是四川其他市區的副市長媽媽 對吧 那他就開著吉捕車 也是刪了一個農民工的耳光 現場民眾包圍了這個副市長媽媽 結果公安到場 保護這個副市長媽媽還逮捕了農民工 在民眾強烈阻止之下 公安才放了農民工 事後還說農民工因為摸了吉捕車 導致吉捕車的擋泥板有刮傷 就要賠償 有沒有非常搞笑 那這就是抖音的這種套路 碰什麼你賠得起嗎 你一個農民工 你摸一下我的車就要 賠我50萬人民幣啊 那第二件事就是北京大媽 他也是大拉拉的 長時間停在北京的馬路中央 還嗆民眾 他有使館車他有豁免權 你們這些批命滾蛋 遺址氣死 結果他是什麼呢 亞太空間合作的秘書長 現在又有一個青島公安局的小三 這些基礎官員或是 與其相關的親友 就可以這麼的遺址氣死 這麼的囂張跋扈 如果今天一個 中共的副國級 正國級的兒孫 或是家人 甚至他自己幹了這種事情 在路上對民眾這樣 或是傷害民眾的 對吧 或是迫害民眾 那是不是完全無聲無息 我可以給大家舉一個例 彭帥自爆 被副國級的 張高麗給 欸 那最後呢 中共把這個新聞全部壓掉了 中國新聞沒有 但是外網風風火火 包含彭帥自己的指控 中共也是善得一乾二淨 還逼彭帥自己出來說 你自己造謠 對吧 你不是那個意思 當然啦 你們這些洗地的小粉 沒有關係 你們哪一天真的遇到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發出來 自己吞下去 對吧 你說出來 我就送你造謠 而即便是有勇氣的中國網友 如果發布了可能高級趙家人 做這些事情的相關影片 你覺得會燒熱起來嗎 看一下彭帥燒起來了嗎 我們再來看其他 已開發的民主國家 你看喔 拜登他小兒子被入獄 這都不用我舉例啦 你們試想一下 今天哪一個已開發的民主國家 譬如說總統 副總統的家人 對吧 跟習近平 或是普丁的家人 在街上幹了這種迫事 你們覺得下場 還有輿論風向能一樣嗎 我可以跟你說民主國家的操作 美國各大電視台 台灣各大電視台 給你輪番爆 爭論節目給你 挖出來 如果你們這些粉紅想洗地的話 拜託你們先把曝光 煤礦油的新進報記者給放出來 然後讓他可以很自由地 講這件事情 他為什麼消失這麼久 為什麼被傷號 那為什麼現在中廚良的事情 還有中國各地 還是這麼多的煤礦油 還有食用油混裝 你再來跟我說 你們比台灣進步 在人權法治上 好嗎 所以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台灣人又抹黑造謠啦 你們自己中國人的推特 或是一些微博貼文 哪一個不是陰陽怪獻人在諷刺 我覺得令人更無法理解的是 還有小粉紅在嗆這個解放軍 不知好歹 一個大男人還做過軍人 竟然被一個女生 這樣沒有尊嚴的 暴打不還手 那請問日本美國來打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這樣呢 我只能跟你說啦 一個退伍的軍人 要還手 這個女的一拳 估計就倒了 那到時候 又變成這個軍人的問題啦 到時候有更多 斷章取義的風向 就會出來了 說什麼呢 一個大男人仗著自己的體格 暴打弱女子 你一個大男人讓他打幾拳又如何呢 對吧 你事後可以告他 你不用還手 吧 不要說中國 我在台灣也不時聽到這些話哦 而且 有時候說這些話呢 還不是只有女生哦 更多的是中老年的男性 對吧 他們就會抱持這樣的觀點 而這個觀點 事實上就是大男人主義 因為你認為男生的層級比較高 更優越 所以要有更大的包容心 跟忍耐力 並且要向下兼容 女生對你做出不合理的行為 所以你要去忍耐 你要有包容心 不是嗎 因為你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 那這不是大男人主義 這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平權的話 你就不該秉持著這樣的觀點 你管他是男的女的公的母的 小孩老了你要付出代價 你都有合理的反擊自衛理由 是吧 那為什麼這名解放軍軍人 他選擇不還手 我相信他也知道 還手下去 對他會非常的不利 而還有一位網友 拿出了類似的事件去對比 陸虎女被拘留了10天 罰款1000 以及一名少年 曾經因為讀書的時候 常常被老師給體罰 我相信這個 中國網友你們自己很懂 這我就不需要說明了 所以長大後在街上遇到老師 心中那股怨氣突然湧現 對著老師也是怒刪了幾個耳光 最後在網路的輿論氛圍之下 這名少年被判刑了一年半 當然啦 現在拿這個對比有點不公平 畢竟陸虎女現在還沒有進入到 開庭跟審判的階段 但事實上 相信大家也明白 最後會怎麼樣 可能真的也會發出一個通告 跟你說 這個女的被判刑一年到兩年 罰款幾十萬 我們先說錢 錢這個部分對她來說不通不搖 而且這個 就算真的入監獄啦 一個青島公安局長 跟她周邊的人脈 能不能讓陸虎女在裡面 滑手機 過上正常的生活 裡面 一樣 可以 無憂無慮 只是不能出這個監獄 相信你們懂的都懂 而且還有網友爆料 這名陸虎女 有八十多家公司 那當然啦 現在還無法證實這八十家公司 到底有拿來幾家才是她的 那這就有問題啦 我合理懷疑是青島公安局長 或是一些相關的人員 利用陸虎女的人頭 去成立各種公司 或是合資 投資 其他公司也好 去洗錢 這種事情在中國啊 還少見嗎 一個公安局長 一個村幹部 村資書 街道辦主任 都可以貪污好幾千萬 先前北極女 她爺爺也是當地政府的一個 廳局長而已哦 她也是貪了幾億 到了澳洲全家生活 請問一下哈 更高級的政國級 副國級呢 或是中階的省長省委書記呢 中共中央啊 說打貪打貪嘛 秦剛啊 李尚福這些 所謂的高級官員嘛 因為貪腐被拔職 但是一開始 中共對外是說 秦剛因為身體的問題 休養 後來又變成他貪腐 那我問一下秦剛的記者會呢 在他還沒有確定這個罪行之前 他是無罪推定的嘛 所以他可以有開記者會的權利 他可以有自己直播的權利 是吧 而且現在這個案件 在你們中共來說已經是結束了 那結束了 你是不是要跟人民提一個 OK 秦剛他貪了多少錢 他貪的錢是從哪裡貪來的 土利的多少 剩下的多少 這些不用披露的嗎 那這些錢 是不是中國人民的納稅錢 是啊 既然是納稅錢的話 人民有沒有權利知道 那為什麼他們的家人沒有出來 跟中國媒體開個記者會說 欸 秦剛沒錯 我爸沒錯 他是被陷害的 像柯文哲現在一樣啊 一堆人去聲援柯文哲啊 不管柯文哲這件事情的結局如何啦 你們小粉紅應該都要感到可悲 小草可以在北檢外面集結 拿麥克風大喊 綠共綠共 哼 民進黨下台 一堆黨員開直播記者會 與其抗衡 奪這個輿論的掌控權 這民主國家都很正常嘛 來換你們試試看 給我證明中國也是個民主國家 是吧 昨天更荒謬 我看到一些直播留言區 有一堆小粉紅網軍啊 留著簡體字啊 洗版說什麼 中小平是綠共啊 朱慈類還有一些其他的貨 欸我的天啊 首先他是國民黨的啦 不然這樣啦 小草昨天也集結在這個 街頭嘛 大喊綠共下台啊 痛罵中小平啊 來現在換你們小粉紅 集結在天安門或是北京信訪局 大喊中共下台 痛罵鄧小平 不然你們跑去這個青島公安局這邊 集會也可以啊 去大喊 中共下台 不用跟我說你們心裡都清楚 所以你們到現在還留在網路上 噴我 在下面留言 而不去實踐 打我們台灣人的臉 你去做這個行為 如果打我們的臉的話 會比你在我下面留言區罵我 還來的有用 還來的更有說服力 那為什麼你們這麼沒有 唯物主義跟實驗精神啊 還有論證精神啊 這不是中共強調的建國理論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白仔 下次見 掰